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来自不同领域的行家带你细细品尝生活的点滴趣味 与你共享生活品味 欢迎收听News98 酒吧新闻台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酒吧行家品味 我是佳玄 今天的节目呢要来和大家分享中式点心 因为又快到了农历新年了 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做一些农历新年的准备呢 如果还在烦恼今年年菜要准备哪些料理或点心的话 或许今天的酒吧行家品味可以提供大家一些不错的建议哦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开平青年发展基金会的张维肖师傅 来到节目的现场来和我们分享新书 最强技法指人及中式点心 师傅你好 大家好 那今天想要先请师傅来我们介绍就是 其实中式点心好像是有分非常多种类嘛 但它的发展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其实一般点心我们大致可以分成咸点跟甜点 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我们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 然后集台湾这边的其实统称都是为中式点心 然后中国大陆它又分成北方的金式点心 比如说窝窝头旅打滚 接着是东方的那个苏式江苏浙江一带的小龙汤包 就是我们台湾俗称的上海点心 接着是南方的南方就是普面现在的港式点心 它就是从广东它去延伸 然后到香港然后延伸为港式点心 接着是西方的四川及云贵这边 譬如说它就是重庆的棒棒腿 都统称为点心 因为点心它就一直就是少量食用的咸点或者是甜点 基本上点心它在三国时代就有 找到三国时代 对对对对就好像那时候孔明他要过江的时候呢 他们为了要祭祀 可是那时候说要杀人头投到家里面 他们才可以让那个江水就是不要那么的滚 那个太猛烈 对太猛烈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诸葛亮又觉得说这样子杀人头去祭祀的话 他是非常是残忍的 所以他说他就想说他来做馒头 做馒头 同阴馒头 对馒头 对然后他就做了大量馒头去投入那个江河里面 而其实这个有一些现在科学去研究说 因为我们做馒头我们需要酵母去发酵 对那个时候有吗 他们是用老面 对老面 然后你因为馒头我们真好他是还是会吸收水分 所以他大量投入江水里面的时候 江水就会变按馒头吸了水分 所以进而他的江水就会比较静止 所以他们就可以比较好去渡江 所以那时候投的馒头应该是蛮大量的吧 不知道怎么吸那么多水 对对对对 好酷 所以是真的有这一回事的 这也是算那个野石就是 野石 对对对 他听起来非常的有趣 哇所以早在战国时代 那直到之后的发展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 差不多在那个唐代的那个制粉的技术 他制粉技术越来越好之后 所以他才可以把这个面粉区分 比如说有 当然是没有像现在有分的什么低筋面粉 中筋面粉或高筋面粉 可是你小麦他去以前的北方 他就小麦他还不知道怎么去研磨这个东西 所以他只是比较出招去把它剁碎 然后去把它做成比如说大饼等等的一些东西 可是口感不是那么好 对当唐代说他知道这个制粉技术 好了之后他可以把它做成 比较细致的面粉 比如说低筋面粉或中筋高筋面粉 然后比如说可以低筋面粉 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做包子馒头 也可以用低筋也可以用高筋 然后基本上中式点心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用低筋跟高筋 或者是比如说做我们的蛋黄酥 蛋黄酥的话就会我们会有分油酥跟油皮 然后再制作 所以他会有一个层次的呈现 所以我们会用到油皮可能我们就会用水 加点油 然后再加点中筋面粉 去把它打成三光 所谓三光就是手光 盆光跟那个桌面光 桌面光 对因为你在揉的时候 你的面团整个会揉到很光滑 你不会吃到你的手 它会发亮 就有点油亮油亮这样子 对对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光 这个面皮 你让它松弛到15分钟之后 你拉开它可以延展出 好像一个薄的那个面膜一样 这个面团的油皮才是好的 才是好 那如果它是粉粉的就是还是不太好 还不够吗 揉的还不够 所以你会导致你后续你在制作你的酥油皮类的产品的时候 它的层次不会那么明显 不会那么的漂亮 原来是这样子 好特别哦 所以其实真的从很早期 中华文化就是已经发展到现在 非常多种类 是 哇 那想要请师傅和我们介绍 那它大概有分哪一些种类呢 种类基本上我们书本上我们是用米食类跟面食 还有其他的类去做一个分别 米食基本上我们会有蓬发就是有加了酵母粉 酵母粉 或者是泡打粉 它去发酵的产品 对譬如说我们的白糖糕 白糖糕 对我们就是用再来米粉或者是蓬莱米粉 然后去加水加糖 然后还有我们的酵母 然后去做发酵 发酵差不多大约 冬天它会大约发两个小时 夏天的话大约发一个小时 那它有微酸之后再去蒸 再去用蒸的方式 吃起来就是有点微酸 然后甜甜的这样子 就仿间我们的白糖糕这样子 对 而且米食还有很多种 像米浆也是蛮常见的 对 还有什么一些糕点啦 嗯嗯 像是叉咖粿啊 粽子这个也不用说 或是萝卜糕之类的 对 然后再还有很多是面食类 对 像面食我是看了才知道 它还有分什么水条跟发面 是 哇这好不一样哦 是 那水条跟发面有什么差别呢 水条基本上我们分冷水面 嗯 烫面跟半烫面 所谓冷水面就是 呃 比如说我们的白面条 或者是小笼包的外皮 我们就是冷水面 就是冷水我们加面粉 去和成团之后来去做 呃 松弛然后再去擀开 然后切好 这个就是我们白面条 或是水饺的外皮 呃 水饺外皮我们是会用半烫面 哦 不一样 对 半烫面的产品呢 它吃起来是比较Q 因为 基本上我们的 面粉 它有吸收水分的一个比例 嗯 如果你是全部的冷水面的话 基本上可能是 10比6的水 哦 可能 呃 10克的面粉 你可以只能吃到差不多 6克的 6克的水 嗯 对 不然的话你就会有点 变成糊糊这样子 哦 可是如果你用烫面的话 烫面的话它会烫熟它我们的呃面粉的蛋白质 所以它可以吸收水分是比较多的 哦 它可以吸更多水 对 可是它也是有一个比例在 哦 对 啊 这个基本上我们书本上都是有 嗯 有介绍的 对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就是看我们要做的产品我们来做 比如说要做冷水面呢或者烫面或者是半烫面 嗯 产品别都会不太一样 就好像是跟精性有关吗 对因为面粉呃基本上我们我们忠实会用低筋跟中筋嘛 嗯 然后现在可能也是会用高筋就是呃有些产品那个叫什么酥皮菊叉烧包 哦 叉烧包 对 它是呃应该是说面包类的墨西跟面包去做延伸的 嗯 什么意思墨西跟面包 墨西跟面包 墨西跟面包我们是不是一般它是我们呃要去买的话是不是都是那种面包店才会有 嗯 它就是墨西跟面就是面包体上面它是一层薄薄的像酥酥的 嗯 对那个是墨西跟面包 哦 然后这个就是呃酥皮菊叉烧包包就是这个前身让它去做一个变化 哦 对因为香港本身它就是一个有外面的蛮多支援的 所以他们其实很多港点他们有融入一些西方的元素啊一种改良的感觉对对对对哦那想要请师傅和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其实粉类的种类有非常多嗯嗯那有中筋低筋高筋那什么样的呃应该是说料理吗点心什么样的料理要用哪一些粉制作 基本上刚刚我们讲的低筋中筋高筋它就是取决于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嗯 是不同的呃基本上低筋面粉差不多5到7%的面粉含量然后接着就是7到9%是中筋然后9到11%是高筋嗯 然后比如说做面包他们还有特高筋的那个我们就先嗯 不讨论因为这个东西是中式的对太太广了然后面粉当然它的特性也不太一样当然它的吃水看我刚讲的吃水程度也不一样嗯 然后譬如说好了我们要做呃油条嗯油条哦我们可能就会用中筋哦油条也是要用中筋面粉对对对对它吃起来才会酥酥脆脆 那如果用低筋或高筋做出来的口感会怎么样呢哦口感会呃做低筋做的话它就不会那么酥脆了哦是哦它会变软软的对因为它没有办法吃那么多水分那高筋的话就是会变硬咯呃它会比较脆 比较脆它会比较脆所以说不定还是有店家会这么做呃可能它会加一些些低筋面粉或 从那个高筋面粉对对对对比例去做一个调整对好困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哎好有趣哦好我们节目先休息一下待会来继续听师傅来教我们还有哪一些材料来制作这些点心 欢迎回到FM98.1 News9898新闻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酒吧行家品味今天呢很荣幸邀请到了张维潇师傅来到节目线 分享职人集的中式点心技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师傅请教一下刚刚我们谈到的是呃面粉嘛是对那我还很在意的就是其实书里面有提到一些像是再来米粉啊糯米粉玉米粉太白粉跟橙粉嗯那可能一般大家比较有一些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名词啦嗯那想要请师傅介绍一下这些粉类有哪一些特性 那可能是会用来制作在哪一些点心里面呢嗯我们从再来米粉我们来先说嗯再来米粉基本上我们都是做 萝卜糕芋头糕的主原料因为它本身它的粘性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它不用像年糕嗯做出来那种那么的粘那么的有嚼劲嗯对对而基本上我们做呃萝卜糕或玉朵糕的话我们煮原料再来米粉我们会一样加些些太白粉啦齁为什么要加太白粉呢让它调整它的软硬度所以太白粉加多一点是会比较软还是比较硬哦比较硬哦比较硬哦比较硬 因为玉米粉太白粉他们的软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啊如果你全部再来米粉然后全部的比例太白粉的话会太硬了哦是这样也不能全部是玉米粉全部是那个再来米粉哦再来米粉也不行对对对会太软太软对口感的问题每一个人要的口感其实都可以去做调整都没有关系好酷哦对对对然后接着是糯米粉嗯糯米粉其实它可以做很多东西它比如说我们的过年的年 糯米糕嗯或者是我们的汤圆或者是呃驴打滚驴打滚然后咸水饺咸水饺比较少听到就是也是港点的其中一样咸水饺这些都是可以用糯米粉煮原料来去做对来去制作对然后玉米粉的话它它就是主要它是年做凝结的一个作用哦凝结对所以它不太会单纯用玉米粉去做某一些 点心楼呃很少很少很少基本上它可能是粉类的又一个呃胖一个它是让人陪衬一个主角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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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太白粉一样它也是就是呃比如说我们也是可以做勾芡呃勾芡呃用用那用玉米粉可以勾芡吗也是可以玉米粉它还比太白粉好一些就是它 勾芡的东西你放凉的时候 太白粉有时候会化水 化水 本来你可能有这样子的浓稠度 你放久的时候它会化水 对 而玉米粉它凝结程度 又比太白粉好一些些 原来如此 可是为什么没有全部用玉米粉 因为玉米粉比较贵 哦 价钱的问题 对 所以大家还是会有一些 是用太白粉比较多 对 原来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叫做成粉 这个成是三点水在一个登山的登 那这个成粉好像比较少见 成粉基本上它是 我们的高筋面粉 然后去搓肉洗沉淀之后的粉料 然后它成团东西就是我们的面筋 很难想象 高筋面粉拿去用水沉淀 然后它下面的那个就是面筋 我们吃的土豆面筋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对 所以面筋算是成粉的凝结体吗 是这么说吗 呃算是可以这么说 哇 所以成粉它是一个比较没有筋性的 它就是我们俗称的无筋面粉 它就是无筋面粉 对很特别 那这个成粉主要拿来是做哪一些点心呢 比如说虾饺 虾饺 虾饺或者是水晶饺 有种透明的感觉 对它就蒸出来会有点污污透明的 对 哦吃起来其实对还蛮好吃的 我还蛮喜欢成粉 QQ的 QQ的对 然后听说它是比较常用来做港式点心 是吗 对对是的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粉类 那刚刚师傅跟我们介绍 就是有一些像中高低筋面粉啦 然后再来米粉 糯米粉 玉米粉 太白粉跟橙粉 那我们都可以在这一本 最常技法 职人集中式点心里面找到哦 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请师傅来和我们介绍 其实因为也快要过年了嘛 那师傅他有准备几道年菜啊 来和我们分享要怎么制作 基本上 嗯 过年的时候我们也会 比如说在外面要去拜拜啊 嗯 对不对 然后师傅会买一些发糕 对 其实发糕我们也可以自己做 哦 对我们就用低筋面粉啦 低筋面粉 然后糖 酵母 哦 或均匀好之后呢 嗯 拿个容器 记得要倒八分满 嗯 不要倒太满 如果倒太满的话 因为我们看到发糕 是不是它都会 整个膨胀像一座小山一样 对 对对 如果你爆太 嗯 面糊倒得太满的时候呢 它就会真好做 整个都爆炸 会炸开 对 对基本上最多最多 就是八分满就好了 对 而且它就是蒸好之后 它会有那个裂痕 裂痕 对 基本上 它们有裂痕 代表就是好 就是发 啊 因为它会裂成四块 对对对对 那所以发糕 它是把这些 刚刚师傅讲的糖 嗯 呃面粉 面粉 中筋还是 呃低筋 低筋面粉 对 然后酵母 酵母 还有水 然后这些货在一起 对 之后再放到电锅吗 倒有小容器 再放到电锅里面 放电锅也可以 可是基本上最好是起个 呃有蒸气的锅 哦有蒸气的锅 它蒸气如果 比较大 蒸起来会比较漂亮 哦 对 那蒸气少的话 不漂亮是只没有发完全吗 呃它的 它的膨胀率 嗯 它的那个裂口 就不会那么漂亮了 哦 对最好是用中大火 哇中大火 对 那它要蒸多久啊 大约看你的杯子大小 看你杯子大小 如果像一般我们的外带杯 嗯 饮料的外带杯 哦 饮料差不多要15分钟吧 哇这发糕也很大 饮料外带杯 就我们一般传统 我们都会用那种红碗去钻了 对 对那种的话 差不多要蒸 花20分钟吧 哦 然后也要看 当然是要看你的火候 跟你的容器 会有些许的差异 对了 那我每次吃发糕 我都会觉得 它其实有点像黑糖糕 呃黑糖糕 它的发酵程度 没有那么的高 哦 它也是用低筋面粉 嗯 它是用低筋面粉 它还会加一些些素素粉 素素粉 对 呃黑糖糕 它比较Q 哦比较Q 比较Q 而且它在面 它面糊或好之后 它要让它静置 让它掀起的 呃 那个酵母去发酵 哦原来是这样 它它蒸起来不会像发糕 碰起来 碰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 哦 因为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失败的发糕 吃起来有点像黑糖糕的口感 嗯 哦 就好像客家的板柜 板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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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似乎是黑糖 哦 它又没有那么的发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那如果发糕失败 它可能是没有发起来 是为什么呢 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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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大吗 对火候不够大 火候不够大 就很容易裂口不漂亮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因为有些是里面 它可能还是那种比较实心的 实心就是你的 可能你的酵母 没有完全发挥 发挥到它的那个 不然就是你的 蒸的时间不够 哦 比如说你蒸好 说因为毕竟它是面糊 我们可以取个 筷子插它中间 嗯 如果拉起来它有点湿湿的 表示它那个产品还没有熟 那我还就是继续蒸 还可以救回来 可以 可是不能放凉 不能放凉 放凉再蒸是很 蒸不熟了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对 这也算是一个小技巧 就是书中没有写的小技巧 刚好问到师傅 哇 那那师傅还想要介绍 哪一些年菜呢 其实今天师傅主要是来介绍点心类 我觉得这些还还蛮适合 就是过年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吃 大家一起分享 再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萝卜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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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萝卜糕还有分港式跟台式 基本上 呃台式萝卜糕就是再来米粉 嗯 然后一些调味料 然后萝卜糕 哦 对 可是港式的 他会加了虾米 虾米 蜡肠 甘肠 或者是蜡肠甘肠都有 哦 感觉多了一个香 多两好几种香气 对 而且港式他的产品 有一个比较特点吧 他就是 他可以直接不用沾酱 他的味道其实是够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 港式所有产品基本上都不太需要沾酱 所以我们去港式餐厅他付那些酱 就比如说会有有时候会那个有芥末酱啊 或者是辣椒酱油啊 那是谁个人 那台式跟港式有什么除了原料之外 他还有什么做法上的差异吗 做法上基本上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都要怎么做呢 哦基本上萝卜糕的话 我以港式来说的话 基本上我们会取白萝卜 白萝卜 白萝卜 它其实它是有两层的皮 嗯 记得我们在削皮的时候要削到不要还是有点白白的 哦 对如果好一点白白吃起来会 色色然后苦苦的会有点苦苦的 对就是好像萝卜萝卜皮 你直接吃是不是有点苦苦的 哦 对对一定要削到那个白白都没有了 要透明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样嘛 基本上我们切差不多我们小拇指一半的宽度 嗯 对 不要太细 因为太细我们再去煮之后再去蒸 基本上我们萝卜糕基本上也要蒸个45分钟是一个小时 哇 对因为我们前面 为什么要先把白锅先煮过一次 就是可以煮掉它的一些色味 哦 对它会有种生辣味 对对对对 把那个煮掉 然后我们再去加入我们的粉浆里面 嗯 对然后接着我们的腊肠肝肠虾米 我们去沸过水 嗯 然后去炒香它 啊 整个倒进去我们粉浆里面 搅拌均匀之后呢 倒入我们模具 哦 然后中大火去蒸 大约45到一个小时 嗯 当然是看我们的容器打小 嗯 对对对对 那蒸完之后要放凉吗 放凉至少放一个晚上 我要放一个晚上 因为刚蒸好的时候 它没有那么的固体 嗯 你如果你要下刀的话 没有办法下刀去切割 哦 太软了 对太软了 至少要放一个一个晚上 是一天最好 哦原来是这样哦 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呢 继续来听张师傅和我们分享 欢迎回到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酒吧行家品味 我们今天呢 邀请到了张维肖师傅来到现场 来分享职人集的中式点心小技巧 那我们刚刚和师傅有谈到了年菜 接下来继续请师傅来谈一谈 还有哪一些年菜好了 那师傅今天要和我们介绍哪一道呢 嗯接着我们讲年糕 年糕它也是益子步步高升嘛 哦对 它跟我们萝卜糕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主原料是糯米粉 糯米粉 糯米粉 糯米粉加 嗯 一样加点 可以加点成粉 哦 对然后 哦 年糕有加成粉 可以加一点点成粉 是为了让它比较软吗 对 如果你全部糯米粉的话 嗯 它会太Q 太太有嚼劲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 诶那如果它太Q 会像那个汤圆吗 呃其实因为他们做法比较不同 虽然是同样的原料 原料 可是因为年糕它是粉浆 把它做成粉浆 有点像面糊那种感觉 再下去蒸 可是呢 你的 呃像我们接着过年吃汤圆 然后 的那个 比如说 现在很流行流沙嘛 嗯 比如说流沙 花生汤圆啊 或者流沙 芝麻汤圆啊 它是 把它做成糯米团 哦 糯米团 再去包馅 不一样 汤圆 这是汤圆 对耶 对 一个是 好像面糊这样子 一个是面团 是不一样的 可是虽然他们的 煮原料都是一样 就等于是 它吃水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 哦 原来是这样 对 所以年糕还可以加点成粉 来调整它的那个软硬度 然后呃 比如说你要黑糖口味 你就把可以一些 一些些砂糖 换成黑糖 哦 其实最传统的古早味 是用二砂 嗯 二砂它有一个 特殊的一个香气 对 焦香气 对 对 基本上 其实年糕 它有很多的变化 或者是说 比如说你 里面可以加一些红豆粒啊 我们就可以变成是红豆年糕 或者我们可以加一些红豆年糕 一些纸米啊 或者加一些桂圆啊 什么等等 都没有关系 对 因为过年我们就是要讨个其力嘛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变化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嗯 那除了糯米粉跟成分 我们还有需要哪一些原料呢 你说 年糕 年糕 对 基本的 我们加入以二砂来说好了 糯米粉 二砂 嗯 然后水 水 这是最简单的 嗯 对 或者是你可以加点成分 你要加不加其实都没有关系 所以它其实最简单就是只要三种原料 基本上啦 对对 然后糖跟水下去煮开 它的比例呢 就是粉跟水 比例基本上 其实它的比例就是看我们所要的软硬度来去做调整 嗯 对如果你要软一些些你水分多加一些些也没有关系 OK 对对 那所以它是直接就是获好之后就是拿到电锅上去蒸吗 还是说 基本上都不太建议用电锅针 因为电锅它的火力没有那么的强 嗯 对 基本上我们一样是可以 比如说在家里用 嗯 锅子 锅子 然后架个架子 加水下去 然后盖个盖子先滚 水滚之后 嗯 我们东西再放下去 哦 因为其实这样子跟我们烹调煮的时间也是会有差异性 所以一般一般来讲我们说 比如说好我们这个东西要蒸40分钟 嗯 一定就是水滚之后 蒸40分钟 放下去 开始即食 不是你冷水就放下去 啊 尤其是蒸我们的呃 包子馒头 嗯 它水一定要滚了之后我们再下去 不然你 冷水就下去 让它去蒸的话 基本上失败的几率就很高了 对 温度还不到那个 对 它酵母会死掉 啊 原来是这样 对 哦 所以年糕要蒸多久啊 年糕基本上最少最少一个小时 至少一个小时 对 如果你盒子大一些的话 可能也要蒸到两个小时 哇 对 那蒸蛮久的 然后再放两楼也是放一天 对 它也要放个半天一天 它也是切的时候会比较好切 不然太软了 所以其实膏类真的都是要等它 让它冷却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嗯 嗯 对对对 哦 比较好切 对 所以年糕其实大家也可以试着在家做 这还蛮适合初学者来 对啊 来制作的 嗯 对 然后接着还有银耳的红枣枸杞汤 银耳红枣枸杞汤 它也是呃一年四季其实蛮养生的一个甜品 对啊 这冬天夏天都很适合就一个喝冷了一个 对对对 而且你一定要煮到它那个胶质 嗯 那个 稠稠的 木耳的胶质出来 哇 整个就很好吃 其实它不是打芡 嗯 它是它的胶质 对 胶原蛋白 对木耳很健康 对啊 现在坊间蛮多 有黑木耳 嗯 黑木耳做成甜糖 对 它颜色可能又有点黑紫色黑紫色 也蛮特别蛮漂亮的 对 那要怎么做呢 需要哪些原料呢 基本上就我们银耳 嗯 然后红枣 口气 其实可以加还有一些些那个桂圆肉 桂圆肉带一些些香气跟它的颜色 你摄折起来会比较 不会整个白白这样子 然后还有那个冰糖 其实用冰糖会比较好 哦 基本上这个它的工时就要比较长 因为你一定要至少要三个小时 熬三个小时 嗯 基本上我们用蒸的比较好 熬的话因为我们水分会被你蒸发掉 哦 我们蒸 比如说你这个就可以用电锅去煮 啊 去煮 对耶 你可以让它去放在电锅里面 可能你三个小时 看看它的胶子有没有出来 嗯 胶子出来基本上就好了 哦 所以只要把一些原料加进去然后让电锅蒸就好了 嗯 其实它就比较麻烦就是因为我们的银耳要先泡发 嗯 一般我们都是干货 哦 对耶 对 或者你买新鲜的可以 可是新鲜跟干货 价格 价格也有差 新鲜的比较贵吗 比较贵 而且其实新鲜的也没有说像干货那么好的取得 哦 而且干货它就是来一块一块的 对 你要多少就一块去泡发 然后把那个它因为屁股会比较厚 嗯 比较硬那个基本上我们不吃 哦 把它切掉 对切掉 可是你可以一起去炖 到时候你再撈起来就好了 它还是有胶子 哦 那它泡发的水有要跟它一起下去还是没有没有 泡发的水倒掉到时候倒掉 哦 另外你再抓一定的比例 其实你就是你的水淹过你的那个木耳就可以了 哦 原来是这样 最最最最简单的一个判别的一个方式 然后糖就是看你自己可以去调整 哦 有人他喜欢甜一点 他糖就冰糖就多一些些 啊 如果他可能不要一点点甜 他就少一些些 哦 对 对了我还蛮好奇就是 其实中式点心还蛮常加冰糖的耶 嗯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是冰糖而不是说像是二杀之类的呢 这味道有什么差别吗 呃 冰糖其实 它就是在呃我们 蔗糖它的经验方式不同 其实冰糖它算矿物质它比较多的 哦 对 对 然后其实矿物质最多是黑糖 再来是红糖 再来是红糖 再来是冰糖 哦 对 以蔗糖的原物料来讲 嗯 然后其实 那个二杀它是其实 不是二杀 那个砂糖白砂糖 它是经验过的 嗯 其实它矿物质 哦就是会少一点 很少了 对 可是它是最甜的 还是会保留 就是冰糖会保留一些 比较对身体有益的 对对 哦 哦 原来是这样 哦 所以其实这个银耳莲子糖 嗯 还蛮适合就是初学者 也是非常适合初学者 你就这样电锅去蒸就好了 对对 三个小时 大约 大约三个小时 那外外锅是一杯 没有因为你电锅可能没有办法维持那么长的时间 哦 对 对你可能可能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跳起来再 跳起来 你要再去加水 再去按 你就可以顺便去看它的浓稠度 哦 对耶 对它胶质够不够 对 那刚刚还有和师傅聊到就是说 过年有时候也会吃水饺 对不对 是 那像其实吃到吃水饺啊 我们自己在煮水饺的时候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譬如说 呃水饺皮可能会黏锅 它破掉了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去坊间买的水饺 一定都是冷冻的 对 啊我们冷冻的水饺 基本上不能退冰 不能不能退冰 要冷冻下去煮 对 或是水滚 水滚我们丢下去煮 水滚之后呢 它基本上呃我们的滚水 就会降温了 对 那时候你就可以呃 调个中火 让它有小滚的程度就可以了 嗯 对也不要再继续开大火 让它一直滚 因为滚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波动嘛 嗯 反而你的皮 水饺皮 也很容易这样 水饺一直撞击到 嗯 你容易皮烂掉 就破掉了 对 第一个你就是不要退冰 然后第二个你要控制你的水的那个滚动的大小 嗯哼 对对对 哦那如果是常温的水饺呢 就我们一般现报来讲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就是冷水 我们就开 丢下去 就丢下去 丢下去 因为它滚的时候 你就一样开小火 哦 开小火 不要让它的波动那么大 哇 对 对因为我一般 我自己听别人讲 他们都是开大火去煮啦 比较少说听到是开小火 就是你要让它有滚的程度就好了 哦 不用太大 对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对 好的 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 邀请到了开平青年发展基金会的张维肖师傅 来节目中和大家分享 各式各样的中式点心的做法 还有一些避免失败的小技巧 那如果大家还想要知道更多点心的做法呢 我们可以参考这一本 最强技法 职人及中式点心全图解 那这本书是由台湾广下出版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咯 谢谢张维肖师傅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